新美市戏指出现习凶的色狼 一名女住户在回家的时候遭到色狼尾随 对方跟进了社区 伸手习凶之后就落跑 而被害人下的报警处理 管委会调阅监视器画面后才发现 这个色狼年纪相当的年轻 身材又瘦高 有住户为了提醒邻居习凶狼出没 也特别张贴了公告 希望大家回家时特别当心 穿短袖T恤看起来还很年轻 他就是涉嫌对女子伸出贤猪手 习凶的色狼 8号晚间10点40分 这名陌生男子仓皇逃离社区范围 头也不回拔腿狂奔 因为后面有人追了上来 别以为他是被人寻仇 期许他刚刚才偷袭一名女住户 是从后面抱住他 然后他挣脱甩胎他这样子 因为也是很晚才下班 大概都10点多下班 所以一个人走这边 一定都会很害怕 附近住户都提心吊胆 原来嫌犯当时尾随被害人 进入电梯才伸出狼爪 吓得女生惊声惊叫 最后吓跑习凶色狼 有住户很热心 亲自制作公告 装贴在社区附近 甚至在PTT网路上也有 就是希望大家要多小心 而警方也从画面中发现 色狼一头短发 穿着T恤牛仔裤 身材大约170到175公分左右 年纪相当轻 大约20到25岁 已经锁定嫌犯 但抓到之前 女性住户只能提高警觉 小心 再小心 众地区胡适音 SNG小组 新北区报道